刚开始觉得她还挺好的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 就觉得浑身都是毛病 因为以前的经历 我们初次都很小心 可能这一点她看不惯吧 不管跟我还是跟其他人在一起 总是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最重要 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如果她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真不知道 她应不应该再继续跟她坚持下去 看这个标题的时候 本人是有特别大的疑惑的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到底是男生说的还是女生说的 如果两个人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他们的爱情面临了困惑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胡 33岁来自黑东江经商 女嘉宾小刘 28岁来自黑东江和文士工作 来 有请这两位 两位是否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 愿意 愿意 今天是谁想来的 我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那就把问题说来我们听听背给他们 我们两个是朋友介绍的 现在出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 但是在这一年的相处过程中呢 我觉得他有一些小毛病 比如说他抠门小心眼 对我不信任 爱放我东西 原本呢 我觉得只要他对我好就行 我并不介意他有婚事 但是他呢 因为之前的阴影 总是把不好的思考方式 用在我身上 让我觉得特别的累 是 我抠门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我并不是过错方 是我前妻在婚内出轨 所以说这边我最后我忍不下去了 所以我提出离婚 但是我外面没想到的事情 就是在分男人数 他分走很大一分 所以说我感觉很不平衡 很不舒服 先把这段放过去吧 过去了吗 已经过去了 他说是说过去了 但是他总把之前的阴影 用在我们俩感情上 第一次我们俩约会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前妻是一个特别物质的人 喜欢让我给他买东西 我觉得既然我们俩第一次约会 没有必要总谈他之前的事 这些就让我挺不舒服的 还有我们俩现在出了 差不多快一年了 我也给他买礼物 他也欣然接受了 但是从来没送过什么东西 圣诞节什么礼物都没有 圣诞节这物价都比较高的 我这人我可能说比较节俭一些 我想说可能平时我买巧合力 或买花可能说十块二十块 可能就搞定了 但是圣诞节可能价格要 删了好多倍 把这钱留下以后 我们在一起能够很好支配的 或者说我给他买一些 其他的东西不是更好吗 但我都跟你说过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浪漫的女孩 我不在乎你送我什么东西 我要的就是心意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乎我 那你什么都不够买 再说了那贵能贵到哪去 就是五十一百的吧 那你现在就计较这五十一百 那你说我跟你结婚了以后 我还有什么指望 你觉得我小气话 那你记不记得之前 我请问你们那些闺蜜在一起吃饭 第一次请我闺蜜吃饭的时候 路挺远的 然后天也挺冷 路也挺滑的 那个我心里 他可能是开车或者打车来的 但是他给我们特意说了一声 说我请你们坐公交吧 三个人一共就三块钱 还用他请吗 那天路很滑 我想咱们也是敢放口 你们朋友都饿 咱们如果坐公交车的话 可能说能够更快到 如果咱们开车去的话 但是可能还找车位 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 再另外来讲说这样确实能省一些 这也是我的心思 饭吃得怎么样 吃饭的时候 他点的菜 然后点了一桌子全素菜 点了两个半份的肉 让我觉得特别没面子 特别尴尬 其实是这样的 当时就我一个男孩子 就是他们都是女孩子 因为说你像我女朋友 他平时他们吃饭的时候 都是喜欢吃水果青菜 比较注重自己的身材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没给他们点那种 说脂肪 油含量比较高的那种东西 就是说我没想到他们会想法这么多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你故意抠 这个怎么说呢 我想就是说 当然是能省就省 我想说以后能够为我们 在过日的时候 肯定说把日子过得更好 但是吃饭来 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件事情 我们俩也想过说 以后这个过日子 之前还谈论过 说结婚以后 这个钱怎么支配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那就像其他的家庭一样 女孩子负责这个管钱 然后两个人共同支配 支配这部分钱 但是他反应特别大 我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一些故事 我不想说再 可能我说话说可能又是远了 你别不乐意听 如果假水说咱们以后真的有一天 再几日后又分开了 我不想说再重蹈覆辙 你每次都说这样 你说你之前婚姻的不幸 为什么要把我笼罩在这个阴影之下呢 你是一招被射小尸烟怕警生 但是我呢 我跟的是你这个人 是咱们的现在和未来 你整天说的这些 你说让我心里舒服吗 不不不 没听明白 就是你希望让他把钱交给你 他不交是这意思吗 对 我是这样的 我是想啊 以后我们俩真结婚在一块的话 就说因为我 我的收入可能要比的都很多 我愿意成了大部分的这种家庭支出 他要喜欢什么的话 你跟我说我会给你买的 再者说就是 就是打死我把钱交给他 是这意思吧 是 就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你们还没结婚呢吧 没结婚呢 我们只是讨论以后的生活 我们之前有一次开玩笑 我说我们家有多余的房子 等到咱们俩结婚 可以简单装修一下 拎包及住 你觉得那是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也很严肃 你想 房子它是你自己的 对吧 名字是你的 但是你说简单装修 咱们作为婚房来讲 简单装修的话 特别一点是 几万或者十几万这样的 将来如果咱们真的有 那么一天的话 房子还是你的房子 但是我投进去 全就是投进去了 你什么事都跟我 鸡鸡鸡鸡鸡 你说咱们俩在一起 我从来就没想过 会给你分开 但你天天跟我说 什么以后可能会分手 可能会离婚 然后我觉得特别 没有安全感 你觉得没有安全感 那我绝对有安全感 有一次晚上 你一晚上没回来 我找你都已经找疯了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 我为什么没回去 那天白天 同学给我打电话 说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然后就说 大学同学聚会 都谁 跟我看个照片 然后我就给你翻一下 大学同学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就说 哪个是你前男友 长什么样 现在什么工作 你们俩也没有联系 就问我这些 然后我就觉得 你特别不信任我 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和同学 我们去唱KTV了 然后晚上就没回来 不想接电话 那你直播 我很在乎 你很着急 我当时是什么样子 你能想象到吗 是 我知道你着急 但是你也不能 用这种方式 后来他给我前男友 打电话 问他我在哪呢 你不觉得这样 很好笑吗 我们根本就没在一起 不是 你怎么会有 他前男友的电话 我有自己找的 他又从没看我手机 如果说你们说 分开以后就是分开 为什么要留他电话 我没什么可以瞒的 我对你也很坦诚 你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之前的感情 已经过去了 咱们为什么非得说 之前的事呢 这小子特别希望听到 你跟你前男友 是怎么谈恋爱的 是吧 就什么事都想知道 所有的过去都得了解 哥们 你图什么呀 你听得不清楚吗 我是想多一些了解 另外可能也是好奇心 但是关键他还会生气 他们问完了之后 求这个让你讲 对 然后我还得告诉他 不告诉他 就说我隐瞒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干嘛要听呢 因为我想知道 然后你还生气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我觉得有些事情 我觉得我 即可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就别听 那不是都过去了吗 但是 亲爱的 我平时我对你家怎么样 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应该有数的 对吧 是 我知道 所以我才会这么纠结 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 不然的话 之前那些事 真让我挺难过的 所以今天也是希望 主持人和各位老师 能帮我们出出主意 接下来就 把难题都交给老师们吧 来 一起进入 丘比较的问题 单纯抠门并不是问题 抠门会过日子好事 对 但是抠门的背后的问题 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 他特别想问过去 知道吧 又纠结 为什么呢 他想完完全全的了解 现在的女朋友 万一有点纰漏 婚后出了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把所有问题 都尽量的避免 是这个概念吧 是的 前面是一位前妻出轨了 所以你想把问题 尽量的避免 所以想去防出轨 所以你的不信任和怀疑 一切都源于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你其实把最后的想法 就是万一离了婚会怎么样 时时刻刻在你脑子里出现 你的想法是 千万不要离婚 但离了婚的话 我也不要再受伤害 这就意味着呢 其实前妻对你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时不时的在你心当中 你会把现在女友 和你的前妻会做对比 所以你现在对她的考察 包括探测 包括了解 都非常的谨慎 甚至细致又细 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我今天正好 在你做节目之前呢 我让编导 让她画了一幅画 来我们看看她画的画 能够代表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一看一眼 首先呢 她是在这张史上呢 画了一座山 她把她的现任女朋友 画在这个山的下面的中间的位置 一个屋子里面 她的前妻呢 放在山下一个角落里 对吧 而你自己是山的半山腰 这代表人的一种潜意识 反正是画山的人呢 一般内心里有一种能量 而这个能量呢 会让你坚守一些东西 所以在你身上 我看到一个固执的一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人都有伤害 如果你一直从固执伤害当中 出不来的话 那么现任的女朋友 你是把握不住的 你也是没办法让她 进入藏胶式的都听你的 因为她有着 她的个性特征和要求 而你这样的过分谨慎和约束 她会适应不了 另外一个呢 你在半山腰 你看到了 万一你要是不努力的话 你滑下去 看一看你会滑到哪个位置 前妻的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征兆 可能就说明 你这个潜在的心理 如果你这些都不努力做 都仔细的检查好的话 天天草木皆兵 感情就没了 要学会面对自己曾经的失败 不要完全拿过去 和现在去做对照 这样的话 对她非常的不公平 当然我说这些话呢 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女士呢 你要知道 你面临着一个曾经受伤过的男人 那你就应该有足够的准备和信心 帮她过渡这段疗伤期 重新燃起她对爱情和婚姻的信心 那的话 我相信她还仍然可能还是一个好丈夫 也想对小胡说两句 其实你们两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由于你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可是你怕得太厉害了 你现在做的事呢 不老太地道了 因为两个人都要尊重个人的私利 你没事翻人包 开人手机 这是对女朋友一个不尊重 不信任 夫妻两个人 要是不信任 不能互相包容 不能互相原谅 那还在一块干什么呢 特别是你那么靠 人家给你买的衣服 你照说不误 尤其你最厉害的地方 人家有房 让你装修 你就考虑离婚 工资你比他高 不能搁在一起 就怕以后还没过呢 就想离 我比我的爱人工资还高三倍呢 我回家之后 发了工资 那工资条我都不打 直接交给老伴 我们过了那么多年了 只要你心诚 互相的体贴 这个日子是越过越好 是不是小姑娘 恕我冒昧 问你个问题 男生 你跟你前妻谈恋爱这会儿 你也这么抠吗 都给他买过什么 那时候说 我用了我一个读业的工资 然后去给他买过手机 这样的 对 这话不怕你听起来刺耳 我个人觉得 你现在的心 并没有完全向这个女孩打开 你抠门不是天生 不是本性 而是因为 你曾经慷慨过 但是没有得到 你理想的一个回报 你怕 所以说你在影射 在他身上 想到的是你前妻的所作所为 你是不是在幻想 我能省下这 大车的钱 我只坐公共汽车 我今后可能就损失的少一点 完全是 你看她是你的前妻的影子 而且 你所有想的步骤 想的程度都是先于她的 这个女孩 她现在想谈恋爱 但是你想到了结婚 这个女孩想到了结婚 你想到了离婚 整整整的步骤 全都是你前妻与你的生活轨迹 你的本质并不抠 你只是现在在吝啬自己的那份感情 你不敢付出 你的那扇新门根本就没有打开 你怕 所以 把这份怕拿掉 因为爱情的魅力之处 就在于它的不可确定性 而爱情的得到就在于你的付出 不要把那以前的阴影 始终留在自己心里 用过去影响你的未来 什么时候都该做什么事 什么人就应该怎么去对待 你现在恋爱呢 不用考虑那么多结婚之后 用上你这点钱吗 你这顿饭钱省下来了 今后结婚就能变得更好吗 相反 你现在付出的越多 今后是越幸福 有了这些 你再看你的女朋友 你愿不愿意为她去买鲜花 愿不愿意去请她的朋友 吃一顿大餐 愿不愿意她开心的 享受着这一切 这样你心里也会开心 所以房子装修 你都投入没问题 因为你们俩根本就不会分开 谈什么分账 对不对 让自己的心阳光起来 把心门打开 让阳光照进来 这样你们俩就都会幸福了 我们说日房夜房家贼难房 因为真正伤害 我们伤害的最重的人 肯定是我们最爱的人 所以说她有这样的一种 切肤之痛 我大概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次 所谓的前妻给她带来的伤害 可能特别的深 但是有谁是没有失过恋的 我们说未经失恋不懂爱情 未经失意不懂人生 难道失恋了 受过伤害了 这辈子就不恋爱了吗 这几乎不可能 其实说句实在话 一边在防备着爱人 一边又要去爱他 这是件特别累的事 这就像左手握着刀 右手捧着心 你说就这么个态势 你让别人怎么爱你 所以我所说的是 要爱就只能全情投入 来不得半点防备 要么你就不要爱 如果你想要投入下段爱情 就请你捧着你的真心 就不要再拿着那把刀 其实在你的这种防备心理的作用下 你有一种想法 是要考验的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有些人总是要考验 对方是图自己的钱 还是图自己的人 是一样的 你没什么吧 你生怕自己没什么东西 让别人所图 你有什么吧 就特怕别人图你这点什么 但是图来图去 最后猜来猜去 情感就没有 我想说的是 其实爱情没有办法考验 当爱情的考验被别人识破了 它不是个考验 它就不再是考验 而是一种智慧的博弈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有点像 有一些无耻的东奖 把几百块钱现金放在桌上 看那保姆会不会偷一样 很恶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任何所谓的考验本身 已经掺杂了人为的因素 它就不再是考验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碰上一老谋深算的女人 今天放五百 不难 明天放一千 不难 到了半年之后 保险箱被撬了 所以说爱情是没有办法考验的 你种种设计的种种方式 你以为能够考验到爱情吗 其实只是智慧的博弈 看谁更老到 谁心更狠 谁更狡猾而已 只有生活才能真正的考验一个人 他是不是真正的爱 你设置的种种考验 那都不是考验 那叫自作聪明 所以我对你没有什么别的建议 就是那句话 你要是走出来了 你爱就全心投入 你没走出来 你就别去爱 也没谁怪你 你就怀揣着自己的悲伤 慢慢地去怀念你前妻就行了 但如果你要走出来 就请你忘了你的前妻 好好的爱 就这样 一年多是吧 一年多 就因为那点小事在吵 恰恰忽视了 把眼睛擦亮看对方吧 就我听你们俩好像似乎没有经历事 经历事才看着 其实老师说的很对 我有些时候 我 其实有些东西 我没办法去 刻意把它去抛出去 我想得到爱情 已经真正的爱情 但是 我心里我愿意去付出 但是我就怕 我真的付出以后 我失去的 只只是那些钱而已 那就说明这个爱情还没来呢 就两个人你猜我 我猜你 两个人猜闷闷 猜到最后 到底爱还是不爱 还是不清楚 顾及那么多干嘛呀 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 过去就过去了 来两位 剩下来的时间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咱们在一起时间一年多了 这时间不长 但是也不短 很抱歉 可能这双五 然后你感觉有一些 很不舒服 不公平 其实我真不是说 完全是有心的 我希望以后 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能够让我去改变 我想去好好对你 其实你有的时候 真的也对我挺好的 我也挺珍惜的 但是我现在毕竟是 二十七八的年纪了 这个年纪其实也很尴尬了 我在乎的是咱们的将来 你如果要是真想对我好 那就做出一点什么 让我看看 来 女生 你还有三种方式 可以帮助到你 看一下 第一种方式是 求助现场的观众 第二种是 倾听来自第三方的声音 第三种是 再一次地向爱情导师提问 你选择哪种方式 现场观众 希望现场观众帮助你 是听听他们的意见 是继续跟这小子在一起 还是 对 好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他们的 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的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78.95%的现场观众 都看好你没有 给你问问为什么 来 那位先生 两口子一起来的 结婚了吗 结了 几年 四个月 四个月 正幸福的 这个选的是 我们两个都选的赞成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看好 感觉这大哥挺真诚的吧 哦 来来来 麻烦把话筒给夫人 我觉得男嘉宾吧 如果要是能兵士前嫌的话 我觉得他对这个女嘉宾 刚才女嘉宾说 对他也挺好的 我觉得两个人应该 不错 要不然你们俩是两口子呢 别人的意见 公参考 看看那个密码箱里是什么吧 两位交换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那么这一队 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 箱子里的秘密 会不会改变 他们的选择 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